一致好评,作协对贾浅浅的黄瓜评价的那叫一个俯首称称的牛逼plus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静泽在文章中写道 浅浅显然已经为成为一个诗人做了充分准备 中国作协会员杜阳林说 贾浅浅是个保留着童真的女诗人 她是心中藏有一匹野马的女诗人 还有西北大学教授陈小辉说 注定是天诚的诗人 看到了吗 已经上升到老天爷赏饭吃浑然天诚的至高评价 估计李清照在世 他们也只能这么夸,为什么要这么夸呢 原因一是贾浅浅的成绩好 据说高考成绩250分 就能成功进入211大学西北大学 随后靠学术成果 包括选编贾平蛙散文清选 课题项目贾平蛙书画与文学艺术精神关联性研究 论文生命的研说与意义 试论贾平蛙的书法创作 文学示娱下贾平蛙绘画艺术研究等 成为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总结起来就是 我的区长附近 原因二 贾浅浅达到了坐鞋的平均水平以上 你看看其他人的作品 乌青的对白云的赞美 天上的白云真白呀 真的很白很白非常白 非常非常十分白 特别特白极其白 贼白简直白死了 啊 不能笑我要忍住不能笑 卢哲峰的对面 对面二楼的窗台上放着一双白鞋子 每隔几天如果天气晴朗 他就会出现在那里静静的晒着太阳 赵丽华的一个人来到田大西 毫无疑问 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 就这水平坐鞋的 老实说发朋友圈都不一定有人点赞 却是他们对外公开发表的作品 要写进简历的 也正是因为这是坐鞋大多数水平 面对这次贾浅浅水平的质疑 坐鞋很笃定的回应 贾浅浅加入坐鞋呀 那程序和流程都是很正常的 他的作品呢 也是足够构格的 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当代女士人 和普通坐鞋会员水平 明白了吗 央媒批判文学不能世袭 就判的不太对了 把厅堂当成了茅房 藏物纳购 鳄鱼奉承 结党隐私 这或许才是该有的评价 因为加入坐鞋的标准非常模糊 明面上严格的要求 出版过多少书籍 作品合计多少万字 要有社会影响力等等 但实际上 这些要求随时都能应认而已 比如演员刘小庆 原来也是坐鞋会员 靠什么作品呢 他本人只有两本回忆录 按照他当时忙碌的程度来说 回忆录也不好说 是他自己写的 除了刘小庆之外 坐鞋还吸收了不少 爱附庸风雅的社会名流和官员 前两年就出了一条新闻 说坐鞋开除了好几名下马的贪官会员 当中还有一名贪官 曾靠抄袭获得冰心奖 而更多的成员是 某学术大牛的后代或学生 同事同乡等等 为了容纳更多后代学生 所谓的社会名流 坐鞋下属部门 今年新增一个 明年新增一个 如今足足有好几十个 每个部门都有一大批 需要纳税人发工资的人 可写出来的东西 黄瓜白云 还不如二舅来的至于 如今坐鞋里的人民文学 脱离了人民 也脱离了文学 组织赚不到啥钱 却成了成员捞钱的头衔 如何评价今天的文坛呢 用假浅浅的 代表作朗朗来评价 最恰当不过 琴琴喊妹妹在我床上 等我们跑去 朗朗已经镇定自若的 手捏一块 从床上下来了 那样子像一个归来的王 你看拿着 成为王 这可不就是如今的文坛吗 词出来的文坛 我吸引了很多文坛 我叫你